作曲家怎么玩 欢迎收看第五人皇进阶班第十八期 就以这把为例 这个是我直播间的一个小伙伴 从作曲家上排位就一直在打 目前也是国服作曲家了 ABC排位不知道 但操作还是可以的 下面我们来看看它是如何溜红蝶的吧 开局直接撞鬼 作曲家唯一的一个溜鬼技能就是加速 但很明显这里用的不是很好 直接翻窗加速拉点会更好 所以这个位置大概率是要吃到的 而作曲家本身溜鬼能力又不强 那又如何溜红蝶呢 大家记住了 零件的红蝶很容易断飞 只要你记住这句话 那下面很多细节你都能看到 这个红蝶在很多地方都想飞过来 但都被作曲家打断了 你们看这里 作曲家盖板之后往前走了一小步 这就是短板博弈的精髓 利用监管出刀的后摇 直接再翻板加速 快速拉开身位 可以说这个作曲家的细节还是挺多的 然后你们看作曲家为什么跳下去 还不是直接往前走去那块板子呢 因为如果继续往前走 红蝶很有可能飞过来 细节满满有没有 下楼再上楼 那红蝶就不好占飞了 只能继续跟着 那下面很关键 这块板子红蝶又想飞过来 结果又断飞了 如果他直接踩板占飞 那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 这就是零件红蝶的劣势了 大家记住这个小细节 以后溜灵接红蝶的时候别太慌张 本以为作曲家基本上溜不动了 但没想到在这两个窗户这里溜了起来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红蝶没有带闪蝶 它带是金身 如果是闪蝶的话 作曲家应该早就倒地了 但实话是说 这个作曲家很多细节处理的还是不错的 大家如果不知道作曲家该怎么溜鬼 可以收藏本视频多看几次 作曲家本身溜鬼能力不算很强 只有一个加速 用完之后就是白板 但谁说白板又不能溜鬼了 你们说是不是啊 这把最后也是成功四跑 大家学会作曲家怎么玩了吗 没学会的话也没关系 我们下次再出教学 记得点赞关注一下哟